从零开始玩植物大战僵尸2 大家好,我是萌新昌然 今天来玩复兴时代的第四关 这一关是一个传送带的玩法 传送带上有熊果旧炮 那超人就不怕了 在无尽挑战里面 时间 而且这种把僵尸全部卷飞的感觉好爽啊 另外一个让超人有这种感觉的植物 就是魔鹰甜菜了 哎呀,怎么僵尸突然就聚集这么 土豆地雷来得正好 好,先给第四行的熊果旧炮开一个大招 用完一颗能量斗 获得两颗能量斗 给第一行的熊果旧炮开出大招 僵尸这个退场 好 好的,就剩最后一个僵尸啦 熊果旧炮的普通攻击就够消灭掉你啦 超人很想试一下金蝉菇的大招会怎么样 可惜金蝉菇上场就是不放大招啊 再铲掉金蝉菇 种一个试下看 哦,放大招了 每一个雕像铁了一口吗 所以说超人带上场的植物 只有大嘴花的大嘴倾盆 可以直接秒掉僵尸雕像咯 发生什么事了 夜幕即将降临 怎么说来就来呀 还没有准备好呢 雕像变成僵尸了吗 没有啊 为僵尸的雕像 金蝉菇面前的雕像也要变成僵尸了 好的,吃掉了 小伙伴们 你们知道 这里的同仁 现在场上的雕像全部变回僵尸了 那是不是该天亮了呀 超人有预感 后面是不是有关卡 会出现很多的雕像 如果这些雕像 会在同一时间复活的话 那就很有难度了 好的,这一关成功过关了